歡迎您再度回到節目現場聽海音說故事 最近啊你不知道吃了蓮霧了沒有呢 其實每年的12月到5月啊 就是所謂蓮霧的盛產季節 差不多就是現在這個時候 說到了蓮霧就一定得到台灣的蓮霧之鄉 也就是屏東來看看 這幾年經過了農民的改良 陸續出現了不少新的品種 包括了這種巨無霸蓮霧 也就是碩大多汁的黑金剛 這種呢比一般蓮霧還要大上一倍 在市場上面可以說是非常受歡迎 曾經呢創下了一顆 就要賣到740塊錢的天價紀錄 而每年的總統府啊還都會提早下訂單 作為贈送外賓的伴手禮 而至於他的賠職者是誰呢 叫做蓮霧熊 這蓮霧熊啊為了要創新品種 曾經呢慘賠到請家蕩產 甚至住進鐵皮屋的地步 那麼這好吃的蓮霧背後呢 原來還有一種絕不放棄的信念堅持 我們帶你一塊來看看 多汁這一口就100塊了 香甜這一口就150了 香甜一口就 steal 一口就是 煮到就 掉下去了 這個石頭就 這樣刺上 Rain 就接受了 吹香甜 袁小姐剛剛過去 平東離港鄉的蓮霧原理已經開始忙碌 跟农友分享经验的是 原称联雾大王的 脸母兄王瑞兄 黑金刚联雾的创始人 在古园里年纪最轻 种出来的联雾也最新 像这个棍空手后的 代表这链子对头 捧着到成果到这十分色 整个肥份的管理都整成的 像这棵里的链锁 锁到差不多五六厘 五六厘来的链锁 特别多吃 如果再多两两到七八粒 它就会大小粒 果园里的联雾 大部分赶在农历过年前 采收完毕 抢新台币 只剩几颗碗熟的果树 还在收成 下一批大厨得等到两个月之后 而刚采收完的果树 得先进行剃头 也就是把老叶剪掉 避免消耗太多养分 让果树休养生息 五分 五分头 三分头都有 剃头的另一个目的 是促进果树的新陈代谢 叶子太旧换新 也可以加强树体活力 剃完头两个月后 还有一招看破的要置之死地而后生 盖黑王它最主要是让它不见天日之后 植物它有一个本 它的本人就是 我所有的光头作用都停止了 那你又在树头又跟它还科 让它所有应该有点断死了 那这个上行的部分也没有了 那下的肥料供应也又没有了 它以为它的树体的生命 已经快要做一个结束 所以它会有繁殖下一代的本 会急速地花样文化 剃光头 看布袋 吹花 一连串的人工智慧 加上台湾伟得天独厚的热带气候 让屏东的莲雾只好亮多 反转莲雾的廉价印象 成为台湾的水果之王 而其中创下天价的 就是王瑞雄的黑金刚 拳头大小堪称巨无霸 是一般莲雾的两倍size 从李登辉时代 就是总统府送给外宾的指定伴手礼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来台访问时 吃过后就赞不绝口 严战当年登陆中国 拜访胡锦涛时 带的也是脸部雄的黑金刚 这莲雾巨无霸 去年更在台北果菜市场 创下了一颗740元的天价 让王瑞雄荷包满满 大家辛苦 吃脸部 来来来 吃脸部 产地直送嘴巴 摄脸部 摄脸部 爽脆多汁 甜度超高 水分饱满的黑金刚 成了高档联悟的代名词 好甜喔 来 干杯 好甜喔 好甜 超甜 培育出黑金刚品种的王瑞雄也跟着爆红 要吃黑金刚就让我冰冰 冰冰有名字可以上出名 电视台邀约不断 请他到节目上大力推销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会没有纸呢 这是我们从肥料的管理去把它改变 不要让它产生有种子 因为种子你还要推出来 还要把它拿掉 还有八点党连续剧 以他为人物范本 演出憨厚的人物人角色 照片好 比我更好 当然喔 我才说我的联务不是才说我的书同样 联务中有多红 红到有新人结婚 准账人要求聘礼 必须要有联务中的黑金刚才肯点头 超有行销概念的王瑞雄 最后干脆帮忙办个联务婚礼 皆大欢喜 那多少个联务追到你啊 嗯 追到我是不计其数人为父亲了 不过就是聘礼999克就对了 王瑞雄的另一项创意 则是首创果树任养 6500元任养一棵联务树 一年保证有50台金的顶级黑金刚 吃个碰块 换句话说的预购制度 让资金在收成前就先入贷 不必跟银行借钱办事 嘴馋的名人纷纷掏钱任养 也成了最佳宣传 来看我们任养的那棵树啊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妈妈的名字了 妈妈的名字在哪里 这一天郑小姐带着小朋友 从台北专程来看他们家专属的联务树 为什么联务要套袋 因为套袋的话 它会有一个保护层 然后不会有鸟来吃 虫来吃 对不对 最主要就是没有农药的污染 有没有 好熟了 熟了那我就剪下来给你们 来 这一串就是为你们 你们一家五口刚好 刚好五个 一个人一个 来 一二八 太兴奋了 什么感觉 甜甜的 然后脆脆的 还有什么 还有水分很多 真的 很密 吃的口感就是下去 第一口它很绵密 再的话它水分多 那甜度的话 其实我吃过的话 它跟一般坊间来比的话 其实是算居高不下的 任养果树第三年 郑小姐说黑金刚好吃没话讲 还可以透过王瑞熊架设的网站 随时知道自家莲屋的生长状况 是非常难得的自然课 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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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爱的 它可以让小朋友去观察说它非常自然的生态它是怎么来的 其实就连是我小时候我也没看过是这样子 我看到的可能就是一整株有那个果实这样子而已 现在王瑞熊是大家眼中的莲屋达人 不过退伍后刚刚回家种莲屋时 以用科学理论帮老树检验修枝 却是老一辈眼中的怪物 他们讲说这个树大概会被我搞死 因为说会给你比辣的 一定会有没有那么小 王瑞熊还给莲屋进补 灌豆浆和牛奶 让莲屋从A灶杯升级到C灶杯 所以莲屋的一切摸得比老婆还要熟悉 他都说那个莲屋是你的小老婆 因为我陪莲屋的时间比陪她时间还长 他认为我花在莲屋的心思比关注他还多 这是他会抱怨 太关注莲屋的灶杯了 对对对 因为他是决定我今年的收入 不过喜欢尝鲜创新的王瑞熊 并不满足于黑金刚的光环 接着从泰国引进长条形的莲屋做嫁接 要栽培新品种的子弹莲屋 没想到泰国莲屋刚到台湾落户 水土不服 连续两年20万条将近10万斤的子弹莲屋 过不了王瑞熊自己的品管这一关 他只能忍住泪水 全部倒掉当肥料 这一道就是好几百万 几乎请家荡产 全家落魄到住进货柜屋 我才知道说屏东竟然是冬天竟然有这么冷的天气 我才觉得说以前都以为说什么 认为说电暖器 应该用不到啊 南部应该用不到 第一次觉得南台湾的冬天竟然这么冷 住在铁皮屋那两年 靠着在县政府上班的太太姚家 不服输的王瑞熊在家当宅男 苦心研究哪里出了问题 他陆续再从泰国引进不同品种示众 最后终于再次靠着飞弹莲屋一飞从天 后来会觉得说 什么苦好像都没有那时候那么苦 所以现在会觉得说有什么小挫折 或是什么 我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难过的感觉 所以现在连午吃起来也特别甜 那当然 这家客厅里王瑞熊的情深充满感情 看不懂五线谱强继应练了几个月 王瑞熊就是要谈给太太感谢她的一路相迁 很坚持吧 就是有一件事她想完成的话 她就会 虽然脚步有点慢 但是她一定坚持到最后 我想做的事她一定会 会全力支持 所以小挫很感谢 对也很感谢她 我很严重的 但是我真实在 从普通的农家之子变身连雾大王 王瑞熊创新坚持 替果农指引了一条前进的路 接下来她还要改良发扬传统的台湾土联雾 让屏东的联雾王国继续发光 好 再继续 再继续